好,虽然说比赛来到第三局 但是对于GW来讲 他们抓一个跑一个就行了 东穴压力还是很大的 张狂风窗插眼蜡相思 东穴也是真的拼啊 这让我想到了当年阿福的那个红夫人 也只能这么打 他把一切都压在了前中期 他把一切都压在了前中期 这套阵容蜡相思是能打 但这张地图确实并不是那么的适合蜡相思 但是由于纪录员女巫都被搬掉了 东穴要四抓他掏别的嘛 掏个使徒不行吧 掏个鱼女好像也不太行啊 可能也只有蜡相思了 再不济要么掏个约瑟夫是不是 看一下吧 上来第一个点迪斯 这里求生者可以通过看窗 判断出他是一个封窗 然后呢通过存在感 知道东穴是个张狂 知道他没有挽留之后 其实求生者是可以根据他的天赋 来进行一些转变的 迪斯的话这波绕就绕的还蛮漂亮的 全部躲掉了蜡相思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 这边绕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能够先白嫖一刀 因为这里如果说真的就是蜡定住打一刀 蜡定住打一刀 外面即便外面修不了三台机 我觉得两台半也有了 两台半也有了 磁铁的话这边丢一块卡住 前锋这边似乎有想法 想来保一手吗 又是这个前锋 范老师打一刀 这波没能打到前锋 哎呦 范天雷这个前锋 说实话真的蛮给力的 他的前锋三局前锋 如果打分的话 我觉得场均都是80分以上的前锋 第一局呢 可能亏在那个 有这边一个加速 这波加速是双加速 距离拉的非常非常的开 心理学院这边再来帮忙卡 打一刀 打一刀的话 勘探员这边能拉一波点 补一个眼 整个击倒还是被球者 拖到了两分钟 这把而且关键的一点 在于什么呢 前锋他的球是没有交的 他刚才只是 过来帮忙拍了块板子而已 这里的话 把这个点留给勘探员了 我心理学院 哎呦 抽刀抽刀 漂亮 前锋似乎有点想法 想过来搞点事情 范老师小镜头看前锋 怎么说 没有选择拉球 只是单纯的过来 先把这台机子给补了 人挂上的时候 总量加起来 已经接近三台了 前锋拉球 躲掉你这刀 机子的话99 砸个板子 前锋往外一走 他想把这个屁股压满 并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救 拖一拖 好的 把人救下来 这样的话 看待人拉走 前锋把这边的机子补掉 以后 前锋这边是一个无伤救人 他可以选择再来撞 再来宝 也可以选择不救 压着不救 他们有很多的机会选择 这里的话 先躺到死角 反正你前锋爱撞撞 不撞吗 我躺死角 也没什么问题 范老师这边选择球稳 压着 外面的话 两台机子 东旋这边是没有底牌 没有挽留的 这手压着 我感觉东旋贼难受啊 少年你给我干啊 你上来干啊 你拿前锋呢 你不跟我干 你留这么多球 干嘛呀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哎呦 这前锋了 如果说可以 对吧 双方对话的话 东旋可以开启一个什么模式呢 叫做嘲讽模式 你不是很有吗 前锋 来呀 赶紧上来 对吧 跟我真刀真枪的干一把 那前锋这样卡着 然后偷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机子够了 四人开门战了 前锋 哎 这个前锋打得好啊 对吧 经常在背后偷袭 偷袭的妙 偷袭的妙 这玩意妙击点亮 如果完成三跑呢 可以提前恭喜GW啊 今天GW打的真的好 他们第二局被四抓 有一说一真的就是 在选择上面有一点点乱了 就是 有太多种方式可以去跑一个 然后呢 没打好 但是我们可以整体看下来 真的他们的操作 他们的配合 我觉得完美无缺 这个话前锋还帮忙挡了一手 人挂飞 那边门已经开了 再来留 这两个人都是满血 杂技这边还想 杂技还有个碗 还有个薄命呢 还想搞事 药教 好男人失效药 勤俭持家 你看 这把 这把是见面都没见 手里面的道具 全部留在手里面 是恭喜的我 东雪也真的是尽力了 没办法 这把 恭喜GW 恭喜GW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下班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